下一个也是考试有人问的 我这里写震报是利用中油的网站上它写震报 那有些很多上写的是暴震 这个震报或者是暴震就是我们在汽车引擎当中 所产生的一些小爆炸 在正常的燃烧之外产生的小爆炸 它会伤害到你的引擎影响到引擎的出力 所以我要想办法能够让它的这个震报 或者是暴震的状况能够减少 而之所以会产生震报或者是暴震的原因 有很多个有很多个原因 有汽油的成分然后一些情况下 所以我们就告诉你说如果是正根丸 它的震报情形很严重 一心丸就比较缓和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东西当做一个标准来判断 那就是考试考的题目 就是所谓的心丸值 心丸值来表达 如果它的抵抗震报的状况跟90%的一心丸跟10%的正根丸差不多的 我就称为心丸值叫做90 叫做90汽油 所以台湾现在所谓的加92加95加98 这个929598就是心丸值的大小 数字越高就表示抗震报的程度就越高 但是不要傻乎乎的就说让我通通去插98 因为因为这个东西跟你汽车的引擎什么压缩比有关心 你的level不到那个程度 用比较高的等级没有什么用处 通常是那种高档车啊双低的车才会用到98 通常一般都是用到95 所以车厂说用95你就用95 车厂说用98你就用98 也不需要越挤但也不要降挤 降挤后就你的车子的引擎有伤害 但重点就是要记得什么叫95 什么叫98指的是什么事情 指的是抗震报的程度 数字越大就表示抗震报的程度越高 然后呢再来就是这个交过的事情 这个是交过的天然气 天然气的甲碗跟乙碗 这个甲碗跟乙碗主要是甲碗 考试一格就写甲碗 两格就写甲碗跟乙碗 用碗线送到你家里去 所以我说你们家里吃过是每个月超度数去收你 其实就是所谓的天然气 天然气 这我们以前讲过了 那另外一个叫液化石油器 冰碗跟冰碗 一格就写冰碗 主要是冰碗 冰碗就是所谓的液化石油器 桶装瓦斯 你们家的瓦斯是打电话 请人家送一桶一桶来 就是这个玩意儿 叫做液化石油器 桶装瓦斯 冰碗跟冰碗 这个古时候 我们在交有机化合物的时候 就交过了 就讲过了 就把它记一下就可以了 OK吗 好 然后呢这个叫石油化学工业 我们的石油很多都是拿去烧掉的 做什么汽油柴油烧掉 但是它里面成分有很多种 我可以从这些里面提炼出一些原料 提炼出一些原料 然后来做一些化工的产品出来 这称为石油化学工业 像你现在用到很多塑胶 或者是人造纤维 因为都是所谓的石化工业的产品 就是了解一下 看个名词就可以了 这也有人问过 说那是什么玩意儿 那叫石油化学工业 这样子OK 有没有问题吗 没有 很好